盘点佐助经历过的所有战斗 佐助是宇智波的天才B王 出身宇智波这样的大家族注定要争强好斗 谁要比他强他就看不顺眼 不过佐助给人的感觉不是在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 所以这一辈子他赢过多少次战斗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先看疾风传前期 第一场战斗 第七班首次抢铃铛对战卡卡西 卡卡西是上人 佐助当然自知不是对手 不过卡卡西表示只要抢到他手上的铃铛就算通过测试 正式成为下人 既然只是铃铛的话佐助还是有点信心的 虽然说他还有两个帮手名人和小鹰 可看两人拉胯的样子 他一开始就没考虑和两人合作 战斗开始三人都是各自为战 名人被千年杀统上了天 自己和自己又打了一架 最后被挂在了树上 小鹰则是直接被换树下阴 两人的表现让佐助很势无力 他直接告诉卡卡西自己和这两人完全不一样 随后秀出精湛的手里剑术和好火球之术 卡卡西也表示认可 的确不能看小黄说了 而佐助也成功摸到了铃铛 但卡卡西考核的是团队合作 所以佐助毫不意外被他埋进了图 这一战直接惨败 第二场战斗 波之国片对战鬼兄弟 其实这才是佐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战斗 第一次生死搏杀 佐助表现得非常冷静 而名人则是被吓得一动不敢动 就在名人快要被鬼兄弟干掉时 佐助高高跳起射出手里剑和普无定住鬼兄弟手中的体力 最后一个帅气下落就下了名人 并将鬼兄弟踢飞出去 不过就在佐助还想继续表现时 卡卡西出现了 抢了佐助的人头 总体来说这场战斗佐助占优 算他胜利 第三场战斗 波之国片对战白 在这场战斗前 佐助三人都经过了卡卡西的查克拉控制特殊 佐助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一口气就干掉了再不斩的树道手里之 一道水分身是再不斩十分之一的实力 相比之前被再不斩的杀气压制的不敢动弹的局 佐助显然提高了不少 不过这场战斗他的对手主要失败 初次交战僵尸中 白胆手结印的确惊住了佐助 但佐助反应也够灵命 躲过了白发动的冰刺 并已急速踢飞了白 初次交锋占据了优势 卡卡西也很容易地告诉在里面 这可只是我们为夜村的新手 不过白一开始并没有认真出手 当他拿出秘术魔镜冰金之时 佐助便在无任何抵抗之内 白能在四周的冰镜中快速穿梭变快身形 攻击更是让佐助难以抵抬 最后名人赶了制约 结果却跟傻子一样主动跳进冰镜包围 这一战佐助为了保护名人 血轮眼甚至还再次觉醒了一个勾玉 不过依然不是白的对手 被扎成了刺猬躺在了名人的怀里 这场战斗佐助可谓惨败 第四场战斗 中人考试前和小李的战斗 此时的佐助因为在和白的战斗中激活了血轮眼 所以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但很快小李就来打脸了 虽然佐助能看清小李的所有吹招动作 可却没法避开 身体的反应速度完全跟不上 最终惨败于小李的体术之下 不过这次战败对佐助还是很有帮助的 在小李的攻击中 他领悟出了属于自己的体术攻击狮子灵带 小李花了数年锻炼出来的速度 佐助仅仅只是一个月就达到了 第五场战斗 中人考试死亡之森对战大蛇丸 中人考试中大蛇丸伪装成了考生 成为了既在部展之后第二位紧凭杀气震住佐助的人 在浓烈的杀意之下 佐助连反抗之心都没有 佐助以为他的目标是自己小队的卷轴 想交出卷轴企图保命 但名人直接断了他这个念头 大蛇丸也表示杀了你卷轴同样还是我的 最终在名人拼死反抗不服输的意志影响之下 佐助再次觉醒了一个勾域 彻底进入了二勾域 血轮眼分辨率再次提高 并用出了血轮眼操风车困住大蛇丸 火盾龙火之术将其烧得滚不狼好 但很可惜大蛇丸是演员 佐助查克拉耗尽 被大蛇丸轻易种下咒音 这场战斗佐助还是惨败 第六场战斗 中人考试对战萨克 这是佐助的第一次护七之战 因为大蛇丸的原因 佐助和名人都陷入了昏迷 只能依靠战斗力几乎为零的小英手 恰好又遇到了考生中极为嚣张的三英人 小英被惨念 佐助苏醒看到这一幕后怒不可 询问小英是谁干的 萨克狂妄地表示就是自己 当场差点被觉醒咒音的佐助一断双手 这一战佐助完胜 连托斯这样的强者都不敢以他为敌 放低姿态认输退组 第七场战斗 中人考试预选赛对战赤同凯 赤同凯拥有吸收对手查克拉的能力 而佐助因为中了大蛇丸的咒音 不能随意动用忍输 所以战斗才开始就落了下风 被赤同凯抓住脑袋吸走了不少查克拉 但很快佐助就摆脱困扯 用出了在小李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体术狮子连弹 一招反败为胜 第八场战斗 中人考试决战我爱罗 这一战之前 佐助特意从卡卡西那里学会了千鸟 对自身实力极具自信 而且他还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 和小李开启八门盾甲第一门十一只 直接突破了我爱罗的绝对防御速度 成功击中了我爱罗 小李看了都流泪 不过面对同样的招式我爱罗也不是傻 他聚集杀球将自己全方位无死脚固 并在外凝聚杀之眼 佐助健壮以千鸟进行突破 虽然刺伤我爱罗 但面对我爱罗爆发出的尾兽之力 佐助只剩下了金热 也就是这时 木叶毁灭计划开始行动 两人的决斗被打断 不过佐助并不打算放过我爱罗 他追上去想要继续分个高低 但没了比赛规则限制 我爱罗直接进入了半尾兽化状态 力量根本不是佐助所能承受 他所擅长的火盾也被沙子克制 唯一能威胁对方的就只有千鸟 但凭他目前的实力一天只能来两发 最后佐助拼着老命用出第三发千鸟 不仅没对我爱罗造成什么伤害 还因为耗光查克拉差点被干掉 幸亏关键时刻名人出手 所以这场战斗佐助完败 最后都是名人的个人秀 佐助的第九场战斗 和哥哥又的第一次战斗 结果毫不意外佐助惨败 这次又匆忙回村是因为三代生死 他必须确保佐助不被木叶 其他高层悄悄处理 可看见佐助依旧连自保的实力都没有 他便决定给佐助增加点动力 不仅狠狠虐了佐助一门 还动用阅读让他再次经历了 无数便宜之波灭族的美 差点没把佐助整成白痴 而这也成功为佐助彻底抛弃村子打下了铺垫 踏上了追求力量的道路 第十场战斗 天台约战名人 一场战在一起 佐助可能活悬人 不过这一场战斗因为卡卡西的阻止 两人最终没能分割胜负 但从之后卡卡西与自来也的对话中看出 如果两人真碰撞在一起 佐助可能会败 当然这只是推测 第十一场战斗 对战阴忍四人众 这时的佐助已经初步适应了大蛇丸的咒印之力 阴忍四人众奉命邀请他效忠大蛇丸 但佐助刚和名人对拼完正在气头上 面对突然出现的四人 佐助只表示自己心情很差 结果就被四连揍了 开启咒印也不是四人的对手 这一战佐助惨败 而这也让他见识到了大蛇丸咒印的力量 下定决心前往大蛇丸那里变强 第十二场战斗 终结谷和名人的第一次大战 这一场战斗前 佐助在阴忍四人众的帮助下 彻底释放出了天之骤印的力量 战斗中又觉醒了三沟玉血的力量 名人则是进入了异尾花状态 双方实力接近持平 其实总体来说还是名人占优的 不管是查克拉亮和攻击力 都要强迫佐助一血 不过在对拼最后 他将最后的攻击变成了打脸佐助 因为佐助说他连自己的护额都碰不到 他偏偏就要碰一下 在佐助的护额上划上一道 而换来的结果则是自己被佐助打晕 不过单就结果而言 这场战斗还是佐助胜利了 这就是截止《火影忍者》漫画第一部完结 佐助共进行过的十二场对决 其中四胜七负一无果 进入第二部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 佐助跟随大蛇丸修行进步神速 虽然技能还是三沟玉还是千鸟 但熟练度不是之前能比 除去训练时的那些小兵 佐助出关第一战应该算是和新帝七班的战斗 一人完败新帝七班 先是毫无征兆近身名人 然后使用千鸟流击飞明人和佐助 接着一刀刺伤大火 一把捏爆九尾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法瞒下佐助 如果不是最后大蛇丸出手不止 佐助表示要用出自己的那个树干掉所有人 这一战佐助完胜 第二战 对战大蛇丸 在觉得大蛇丸已经没法交给自己太多时 佐助趁着大蛇丸握柄在床发动的攻击 趁你并要拧 直接把大蛇丸切成了碎片 并凭借血轮眼的幻术造力 直接吞噬了入侵自己意识的大蛇丸 继承了他的一切 包括通灵兽万蛇 这一战算佐助完胜 不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大蛇丸其实并没有彻底复去 还隐藏在他脖子处的天之骤印中 第三战 对战狄达拉 这一战是狄达拉主动找上来的 因为佐助干掉了本该由他进行清理门户的大蛇丸 属实有点无理取冒了 但佐助心高气傲 一心只想象又复仇 眼里根本没有狄达拉 高傲的态度瞬间弃炸了狄达拉 结果就是莫名其妙一步步将狄达拉的底牌全部逼出 先是黏土人炸弹 接着又是地雷炸弹 然后又是内米级炸弹 因为雷盾克制土盾的关系 佐助最后和狄达拉拼成了平手 两人都查克拉剑 可以看见佐助波澜不惊的表情 狄达拉就莫名火大 他就见不得这么能装的人 佐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自保 这一次爆炸半径施工历 佐助在紧要关头使用秘通灵之术牺牲万蛇 才保住了自己的小猫 算是赢下了这次战斗 不过他也心有余计地表示差点被干掉了 第四战 何佑的太平洋之战 又生死 所以这一战算佐助获胜 不过这一战又本来也没想到真要打败 因为三沟玉怎么可能干得过万花桃 此时的又身患重力 命不久已 他的目的只有两个 一是逼出大蛇丸 彻底为佐助解决后患 二是让佐助借着诛杀他这个木叶 叛徒的功劳回归木叶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面具男直接跳出来告诉了佐助所有真相 挑动佐助向木叶继续复仇 第五战 云霞谷对战齐拉子 这是佐助加入小组之后的第一个任务 捕捉八尾 之前佐助就轻易捏爆了名人体内的九尾 所以对于八尾他心里并没有什么敬畏之心 加上还觉醒了万花桃血人眼 所以连攻略都懒得做直接就杀了过去 代徒也相信佐助能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抓尾兽一直以来都没什么难度 甚至他只是将这个任务视为佐助的投名状 然而他们都没想到的是 齐拉比是少有的完美人助力 佐助这一区差点没被打死 拼雷顿拼不过齐拉比 拼剑术又被加成了刺网 拼幻术直接被将冀救济 内脏都被打破了 得亏香菱虫无全力抢救 水月力挽狂澜 最后佐助觉醒天杖能力 以为终于打败了齐拉比 但这也只是齐拉比想借机溜出村去玩 用章鱼脚分身迷惑了佐助 如果这个时候齐拉比再次偷袭 英小队怕是要全军覆没 所以这一战总体来说佐助战败 第六战 无影会谈大战四代雷影 此刻的佐助只想干掉团葬 脑子似乎有点皱 直接勇闯无影大会打算 硬刚刚是最强的无影 而且因为觉醒了天罩变得盲目自行 不管是谁只要挡在自己面前都是赶 所以面对雷影他也直接网上去 但雷影是什么人 拨风水门死后这个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人 不仅轻易躲开他的天罩 就连须佐能呼都能直接砍碎 佐助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无往不利的千鸟连雷影的防御都刺不出来 最后佐助学聪明将天罩黑炎覆盖在须佐之上保密 可雷影铁了心送一条手臂也要杀他 最后如果不是我艾罗出手 佐助是真的可能会死 这一战佐助完败 第七场战斗 大战赵美鸣 长石狼和大眼目 突破四代雷影等人的拦截之后 佐助终于杀到了会场 不过团葬已经开溜 佐助吃了长石狼权力一击后 又差点被赵美鸣在私密空间中用酸物融化 幸亏白绝这个时候出手 并帮助佐助恢复了查克拉 这让佐助觉得自己又行了 再次冲出准备追向团葬 结果血轮掩覆作用刚好发作 大眼目正好发动了陈盾 如果不是关键时刻带土出手 佐助早已魂归近斗 这一战佐助完败 第八场战斗 对战团葬 这一战佐助险胜 佐助之所以能干掉团葬 一直计算着要保留余力对付代理 这让他无法全力对付佐助 加上还因为有一战那期犯了轻敌的错误 只当佐助是个小鬼 最后被佐助的一个小幻术片 以为自己还在一战那期的无敌时间内 直接被干掉 总的来说 但凡团葬学会你分身也不会输得这么残 非得大招当平易用 第九场战斗 对战小英 卡卡西和名人 主要还是对战卡卡西和名人 在干掉团葬之后 小英和卡卡西追了上来 面对佐助对小英痛下杀手的场面 卡卡西决定清理龙腹 不过此时的佐助有了万花筒 根本瞧不上卡卡西的冒牌写人 再次发动须佐 想到一剑干掉卡卡西 但卡卡西有神威 轻易躲了过去 佐助反而把自己搞失明了 之后名人赶来 来了一场大型表白 想要赶化佐助 可惜佐助一向喜欢听别人的 就是不听名人的 带土急忙出现将他带走 所以这场战斗没有胜负之分 第十场战斗 和右大战要是兜 这场战斗主要还是右的个人秀 面对兜的仙术攻击 佐助虽然是永恒万花筒 却好几次差点被干掉 当然也不能说佐助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这场战斗也算佐助赢 第十一场战斗 和名人以及忍者联军对战六道代表 这一战中佐助展现出了新的通明兽 还有仙术须左能呼 不过主要还是名人的主场 在最后关键时刻 佐助开启须左能呼 和名人的完全体九尾合体 一举击败了六道代表 所以这场战斗佐助也算赢 第十二场战斗 偷袭复活后的宇治波班 面对复活后的班 佐助反而觉得复活了刚好能被杀死 但班联系他的万花筒 想要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 并给了佐助好好考虑的机会 地旁的柱间可能以为班 是因为佐助长得像他的弟 所以才手下留情 于是交给了佐助一个数 让佐助去打败班 可这个数佐助还没用处 刚准备偷袭就被班转身一刀筒 佐助惨败 第十三场战斗 和名人一起对战六道班 一开始同样获得六道之力的名佐 是压着班达 但是班达回另一只眼后情况就变了 不仅直接发动了无限跃 还一招秒败名人佐助 不过这战因为中场坏人 战斗无果而终 第十四场战斗 和第七班一起对战灰叶 这一战没有什么多说的 结果是灰叶被封印 自然算佐助胜利 另外在这场战斗中 佐助彻底适应了轮回眼的所有能力 第十五场战斗 终结谷和名人的最终大战 此刻的佐助封印了8.5只尾兽 以须左能呼为载体 称他接近了当年的六道仙人 不过两人的实力其实差不多 这得多亏九尾给名人 收集了大地上的所有自然能量 打了整整一天一夜 在最后的对拼中两人各断一遍 并且都陷入了昏迷 不过因为是名人先从昏迷中醒过来 加上佐助自己也认输了 所以这场战斗算是佐助输 最后如果将佐助在第二步中 参与的团体对决 也就是佐助仅为参与者之一的战斗去掉 十五场对决还剩十场 包括与其拉比一战一区的 这十场中佐助五胜三败二五 综合下来佐助有二十二场对决 战绩为九胜十败三五 算是胜负个半 然而来到博人传中 佐助几乎就是一直输 对战大统目不是输了 可名人对战慈贤和大统目一事还是输了 最后连轮回眼也没了